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桓公下令将各个道路两旁的树枝全砍掉 齐桓公虽然不解 还是按管仲所说的下了命令 没想到一年后 齐国税收就翻了一番 老百姓也开始过上好日子 齐桓公请教管仲解释其中的奥秘 管仲笑着说 齐国穷是因为齐人贪图舒适 青壮年不是在树下谈鸟雀 就是聊天私会 待舒服了就不愿干活 自然越来越穷 现在把树枝一砍 艳阳直射 找不到树荫遮蔽 只有夏天干活了 现实中很多人也都会躲在自己的树荫里 活得浑浑噩噩 一事无成 只有主动远离安逸 迎接新的挑战 人生才有变好的可能 正如美国作家尼尔唐纳所言 成长只在不舒服的状态下才会发生 一个人强大的开始就是学会 砍掉内心的树枝 跳出舒适的小天地 罗振宇曾说过一句话 你喜欢岁月静好 其实现实是大江奔流 每个人都向往安逸的生活 但若是长期沉溺于此 最后只能被时代无情抛弃 豆瓣博主于北讲过自己的经历 于北从985名校毕业后 进入一家国企工作 公司待遇很好 平常工作量也比较少 平时没事 她就在办公室喝茶聊天 每天下班前半小时 她就开始收拾东西 到点边走 时间长了 她开始喜欢上这种 轻松自在的日子 在这期间 公司组织过多次技能培训课程 她都借口有事从不参加 本以为这样惬意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没想到后来由于效益不好 公司对业务进行重组 合并了几个部门 调整过后 现在每个人倒负责 比之前更多的业务 换作是以前 这对她来说呢 根本不算什么 但几年舒适的生活 让她的能力严重退化 没过多久 她就因 不能胜任当前岗位 被公司辞退 想起心理学中 有个理论叫做花盆效应 花盆里的花啊 每天都享受着盆里的养分 看起来非常滋润 但遇到风雨 享受了多少安逸 日后就要付出多少代价 舒适渠是短暂的避风港 其实也是困住你脚步的牢笼 你所迷恋的安稳 只会一点点侵蚀掉你的斗志 让你的人生逐渐沦为平庸 人类简史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十几万年前 非洲居住着一群猴子 它们生活在果树上 食物充足 也不用担心猛兽公鸡 过得无忧无虑 忽然有天 发生了一次剧烈地震 造成了大裂谷 大裂谷把非洲大陆分成了两块 西肥和东肥 西肥依旧有很高的果树 有丰富的果实 而东肥大部分地区 都是不毛之地 留在西非大陆的猴子 和以前一样 过得舒舒服服 而东非的猴子 为了在残酷环境里生存 它们学会了制造工具 学会了说话 最后东非的猴子 慢慢进化成为今天的人类 西非的猴子呢 还是猴子 其实啊 生活中的我们 也像非洲的猴子一样 被分成了两类 一类人 依旧在舒适圈里 混吃等死 另一类人 则主动寻找不是 让自己不断进化 主持人马东 在访谈中 讲过自己的故事 2001年 马东进入央视 成为挑战主持人的制片人 凭借深厚学识 以及风趣的谈吐 他收获了各方好评 后来他又主持了 众多有口皆碑的栏目 2011年 还担任了 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导演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他在央视前途不可限量 但谁也没想到 2012年 马东竟然扔掉了铁饭碗 选择从央视辞职 家人朋友都纷纷劝他 他却说 我已经40多岁了 我想做些更有挑战 更有意义的事 离开央视后 他加盟爱奇艺 担任首席内容官 在那里 他从零开始学习 互联网节目的制作 以及台前幕后各种统筹事项 通过努力和投入 他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一年后 他推出了原创综艺 奇葩说 一时间火遍全网 以后他陆续制作了奇葩大会 乐队的夏天的爆红节目 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后 他不断打磨自己 最终成为跨界全能制作人 美国作家斯宾赛说 生活永远在变化中 而变化就意味着危机 故不自封的人迟早会跟不上 时代的变迁 勇敢走出来 你才能发掘自身潜能 以此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 当你逃离了让你沉溺的舒适区 勇于拥抱挑战 就能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普林斯顿大学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随机找来两组人 一组人将闹钟放在书桌上 另一组则将闹钟放在床头柜 两周后发现前者都养成了早起习惯 后者起床时间则几乎没有变化 原来闹钟响起时 人会本能地伸手关掉闹钟 继续睡觉 但若将闹钟放在书桌上想要关闭 那就必须离开舒适的被窝 如此一来睡意全无的人 自然会早早起来 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通过这个实验 他们得出结论 只有眼前的安逸 不能持续时 人才会想着做出改变 在这个世界上 弱者总给自己找舒适 强者却给自己找不适 拆掉安稳的避风港 走一条更难走的路 你才能打破限制 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 有有名将菲尔普斯 曾在奥运会拿下23块金牌 创下几十项世界记录 很多人惊叹他天赋过人 却不知这更多是 源于他自找苦吃的尽头 为了锻炼灵敏度 训练时他会事先跟训练官说好 让对方在他训练的过程中 突然断电 为了锻炼专注力 在备赛前 他会让教练 故意地往水下扔东西 并大声喊叫进行干预 除此之外 有时他还会弄坏勇镜 让自己在水下无法睁眼 这使得他不得不想尽办法 以保证在闭眼时 顺利游完全程 正是经过这些痛苦的训练 他的技术才得以突飞猛进 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 主持人梁宁说过一句话 成就最高的那批人 他们有个很重要的天分 让自己时刻保持轻微的痛感 人生就是这样 舒适的环境 只会消磨你进取的决心 逼自己一把 你才能知道 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 棒 力千般搓磨 才能孕育珍珠 松 经风吹雨打 方能傲立风顶 成长就是不断经历痛苦 熬锅撕裂的过程 当你主动选择了吃苦 等待你的便是 涅槃后的心声 美国作家斯宾赛约翰逊 说过一句话 别以为目前的舒适 是一种享受 享受惯了这种舒适 你也就变成了傻子 呆子 最终必将毁于此 在人生途中 我们都能够找到一片树荫 可以让自己舒服地躺平 它可能是一个舒适温暖的被窝 一份稳定轻松的工作 一个吃喝玩乐的圈子 但若长期沉浸其中 那些你想受过的安逸 最终会彻底地摧毁我们 与其待在深潭死水里 等待被命运安排 不如主动向前走出舒适的小天地 砍掉内心的树枝 逼自己不断前进 熬过了短暂的痛苦与不适 你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感谢大家的守候 感谢大家的身份